第八百二十七集 陈主 你回来了 卢城中那些兵丁京剧 后方那么多人在追领主 全都欲空而来让他们发毛 去 将大铁锅架起来烧水 叶帆回来后第一件事 就吩咐了这样一条命令 叶周天 你想做什么 集货水吓了一跳 杀领寿吃肉啊 叶帆蛮不在乎的回应 我跟你拼了 齐郡主气恼 但可惜不能动态一下 行叶的 你可不要乱来 我送你一头真正的灵兽 赶紧放开郡主 后方一人口不择言大声喊道 那你的意思是 齐郡主与一头灵兽等接 我 不是那个意思 你想吃灵兽的话 我送一头好了 你可千万不要乱来啊 哦 哪有齐货水 这样细皮嫩肉的好吃啊 你才是货水呢 齐郡主张嘴就咬 背驰闪光 后方众人发晕 尽管知道叶帆在插科打混 说的并不是真的 但还是有些心惊肉跳 真没将齐郡主当成南岭明珠啊 封城 叶帆回城第二件事 就是启动了古城的阵纹 一条条法则交织而出 形成一片光幕 将整座城池都给封在了下方 十几人冲上去攻城 但却没有一个人能进来 有两人还差点被城墙冲起的剑盲 给力劈了 所有人全都傻眼 这样小的一座城池 却有圣主级人物布下的阵纹 实在透着邪门 他们不是叶帆 没有形字诀 根本就攻不进来 险些自伤 你们这是在挑衅我身为一个领主的尊严 跑到我的领地来闹事 别怪我不客气 也凡搬了把椅子 坐在城头笑眯眯的看着他们 将剧主放出来 你们就不能说点别的吗 目前他是我的俘虏 想救回去 准备好几十罐龙髓来 你坑人哪 一罐龙髓举事难求还几十罐 这位兄太帮我猛轰开城门 必有重心 一个人走到那个身穿瘦皮的野蛮人面前 出口相求 那个劈头散发一巴掌拍死亡体的冷漠青年 还有那个九岁的小娃娃 以及这个拎着狼牙大棒的野蛮人 想不让人注意都不行 叶帆早就看到他们 暗暗姑娘 这多半是几个妖孽 必有逆天手段 我不认识你们 也和他没仇啊 野蛮人挠了挠头 憨厚的说道 拎着狼牙棒向回走 我要回去了 最终 一百多人都退走了 只留下十几人较真 一夜凡直接取来大功开始射杀 妈妈爹 他将我的四不像给我射死了 姓野的 你 你往我白虎来 十几个人气急 一夜凡射出的剑鱼 众若万军 将一座山都能给射穿 更不要说他们的坐骑了 三头异兽应声而落 更为过分的是 一夜凡冲出城外 将三头庞然大物给抢了回去 在城墙上架起一口大铁锅 开始炖肉 这个灵主 这个灵主真是极品啊 又开始吃灵兽了 这些人都开始抓狂 但却没得办法 根本冲不进去 两天下来 十几人发现八头坐骑 都让那个极品灵主给捉去了 在大锅里 真给煮了气的蹊跷声音 直到有三人被叶凡放倒 扛锦撑钟后 其他的人才连绿 一点脾气也没有的退走了 伤心无泪 骑士府中 这一次 多半数人都知道了这件事 一片折舌声 旁边将有这样一个灵主 将南岭明珠都给绑走了 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南岭不是出了几个妖孽吗 怎么没人去营救啊 南岭的妖孽都闭关呢 还不知道消息 出来后肯定有大波澜 卢成 叶凡面带微笑 请一群兵丁喝酒吃肉 大铁锅中零售的古汤飘香 就架在不远处 其货水 差点晕过去 这个野蛮人一定就是这样吃了他的龙马 他觉得牙根都疼 但却没有任何办法 此时连他自己都被拿住了 货水啊 过来倒酒 在此地给我做侍女一个月 自然会放你走 也凡晃动酒壶开口 你做梦 齐郡主气急 却别有一种风雨 豁人心神 旁边那些冰冰的眼睛都快直了 大人 城主府中不是还没有主母吗 这个不错啊 是的 于于于大人很配 一群大兵喝得醉眼朦胧 说话根本没什么忌惮 姓夜的 你赶紧放我离开 我给你足够的好处 其货水有点害怕了 哼 其实啊 我对你的三千小世界挺感兴趣的 要不你教教我如何 这不可能 齐郡主言辞拒绝 纵然杀了他 也不可能传出这种秘法 那就没有办法了 你只能在我座里 做一个月的侍女了 不然我可不能保证发生什么呀 也凡封住他一身的修为 指使他端茶倒水 你 放我走 我告诉你一处仙府的秘密 真有这样的仙藏之地 你还会留给我吗 自己早就去了吧 这处仙府 才被人推测出来 还没有一个人进去呢 而今各方大势力 都在努力呢 齐师傅的杰出弟子 有机会去撞仙缘 你将我放走 将会获得这样的资格 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好处 如果去了的话 说不定会陨落在里面 你根本不知 那是怎样的一种机缘 也许有古经 甚至几道圣兵出事 那里是关仙玉的秘密 齐祸水眼中流露一彩 祸人心神 紧呼孟逸 真的啊 叶凡走了过去 拖起他下巴 紧呼调戏 我怎么觉得你在害我 想把我往火坑里引呢 齐祸水张嘴就咬 一击不中偏开头 信不信有你 这是一次探索仙玉新秘 绝佳的机会 仙玉是否存在 连太古的黄人族的大帝 都不能说清 无法入内 就凭一个仙府 就可以探出秘心 这是一处仙气 信不信有你 反正我是信了 你信 叶凡直接赏了他一个暴力 在他光洁如玉的额头上 留下一个印痕 你信叶的 你敢对我动手 齐祸水终于爆发了 辣椒本性一览无余 虽然被封了修为 但是行动未受限 此时他没有神力 但依然在动手 左臂轻斩 如脸偶一样白皙 长指如刀 切向叶凡的镜像 而后右腿旋转 修长笔直 白嫩光滑 裙衣难掩 旋踢向叶凡的头颅 小蛮腰扭动 浑圆儿结实有力 如一条水蛇一样在游动 清零而柔美与迅疾 砰的一声 叶凡并未躲塌的左手 任其斩在镜像上 温丝未动 其货水带霉微粗 疼得不断甩手 血血玉脂有些红了 像是斩在了磐石上 至于修长的右腿 则踢空了 叶凡可不想额头上粘土 侧后稍退 一把抓住他滑嫩的脚踝 高举了起来 你 你 放手 其货水惊叫 脸色飞红 裙衣难以遮掩 雪白修长的玉腿 眼眸绽放杀气 秀发轻舞 叶凡一甩手 他轻零的飞了出去 坐在藤椅上 放我离开 不然 其辣椒 叼蛮劲上来了 剑什么杂什么 噼里啪啦的 最后当的一声 拍在一个铜狮子上 疼得他自己蹲了下去 不断的甩一掀手 哼 你有力气就砸吧 实在不行 我给你送一堆沙包来 醒叶的 你这样对我 其货水没有说下去 美丽的毛子中射出杀人一样的光芒 他虽然愤怒 但却不敢过分的发狠 叶凡没有什么客气 直接搜身 从其轮海中射出一个宝瓶 里面什么都有 有万载年份的灵药 有圣主级兵器 还有一枚统领 还真有什么仙府不成 他很惊讶 统领应该就是 齐郡主说的 入府仙令了 齐市府的弟子 都可以去撞仙缘 每人都发了 这样一枚统领 似乎很有讲究 令主大人不好了 一凡刚来到荒庐 就有村民慌张 跑来向他禀报情况 怎么了 就有村民慌张